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這場特別的講座 我們這場叫做《長一口山葉》 然後港電影著名的《古地滋味》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直燕 然後在我身邊的是阿德以及艾莫莉 那我先跟大家稍微介紹像我們這整個講座的來龍去脈 我們其實是來自台北的一個香港武藝書店叫做《飛地》 那我們在今年的四月的時候開幕 那從開幕以後呢,我們就一直舉辦 我放哪下來 就一直舉辦非常多台灣跟香港交流的活動 我們曾經聊過香港跟台灣的音樂 或是香港跟台灣的城市 然後還有香港跟台灣的閱讀等等的許多的活動 那這一次呢,這個台灣港的系列 是我們跟台港經濟文化很多特定會一起舉辦的九場 毒光九場的講座 那有六場是在台北舉辦 那有三場呢,我們特地想說要走到台灣的各地 然後到了台東又到了高雄又到了台南 然後每到一個地方都希望可以跟這一個地方的風土有一些對話 所以在這一場台工廠呢,我們就希望可以聊一下 這些植物啊,還有一些自然素材 怎麼怎麼在食物裡面被雇用 所以很開心就邀請到在台灣居住已久的身材人阿德 我想大家都認識他,第幾百八百宗的創辦人阿德 來跟我們聊這個主題 那我們今天也很特別 我們要謝謝走走慈上的依貞 幫我們這個講座順利一點 我們要請他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音品 就是他為今天我們這個主題特別研發的一個音品 然後他說他很玻璃心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不好,他就不講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定會邀請他來跟我們分享 好,那我們今天會由阿德跟Emily 跟我們來跟我們介紹他們的 怎麼用植物的素材、入材 然後還有間段的對談時間 對,那我們就一開始就先邀請Emily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現在歡迎Emily 我是Emily來自台中 但是我家到台東 那很多人都說你第一次被騙韓了 因為我現在是原住民族來自於嘉蘭戶 或台馬里的嘉蘭戶 那我公公婆婆是在大南達魯馬克 他是唯一的東吳海族 所以大家如果對阿拜很熟悉的話 大家就知道其實他是從達魯馬克開始起源的 那因為先生他過去小時候長大的經歷 都是在泰馬里的嘉蘭戶 所以我們就傳接了嘉蘭戶落更多的人文 從文化來公布阿拜的東西 那還是雖然今天可能要談很多食物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初期我們還是回到 到底原名他怎麼看待自己的這一個產品 甚至自己的這一個東西 甚至我們把他發現到鬼基 其實放到鬼基是一件複雜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要讓更多人看見他的美好 我們家做的東西很簡單 就叫阿拜 我吃過阿拜的請出手 有嗎?OK 那可能很多人或者是非常多部落都會做阿拜 那百八百眾必須坦白說 我們身為一個品牌方 我們思考的是阿拜他其實是創造人性 他去互助充滿自信的一個開始 我們其實也是透過這個東西去創造他們豐富的品牌自信 那我們家的阿拜大家可以細數 他是幾條線 有差嗎?綁好就好了 OK 很好還有沒有別的 有差嗎?綁好就好了 再來 可以沒有關係 有差嗎?綁好就好 還有嗎?有的人會綁蝴蝶結 有的人是中間直接綁一條線 但我們試過非常多種綁法 這八條線對我們來說代表什麼? 原住民的八戶物 或者是如果我們跳脫到其他族地 我們可以看說他是布農族的八戶合體 所以其實如果當我們深耕到一個地方去的時候 或者是跟別人介紹我們的產品的時候 別人會先從哪裡開始認識他 先從外觀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 大家會先從外觀 先從補改開始認識他 不會說你忙給我吃一顆阿拜 就不會 不會那麼快速 會先從外報認識他 那從外報認識他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怎麼樣結合原本的東西 那大家都知道阿拜就是小米做的粽子 那他裡面有一枝葉子非常的特別 叫做什麼葉子 有人知道嗎? 其實我很多客人都說我記不起來這個名字 你們把它擺之後可不可以取一個好 好記憶的人 但是我始終還沒發現 那我們後來有探討說他的學名叫畢國草 那他是一個從灌木系的一個植物 那他長起來就像一顆球一樣 那所以平常我們的部落族人都要去做書葉的工作 才能多讓葉子長得比較大比較漂亮 甲莊的甲很酸的酸 豆漿的薑葉子的葉 甲酸薑葉 那學名畢國草呢叫做藍天畢海的畢 水果的火 然後草叢的草 OK 那原作品的名字怎麼唸呢? 我們叫做Laviru Laviru 我的B字可以給我一下嗎? 茶品 Laviru 他的茶品啊 我們就 來 Laviru怎麼拼? 羅馬拼音 L-A-V-I-L 對 Laviru Laviru 在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就是這樣多了簡單的廚房 那時候被很多人質疑說 你們要做到國際去或是你們真的要去做給更多的人事的話 你覺得你們的環境有乾淨嗎? 或者是你們包的地方一定都是蒼蠅那你飛來飛去什麼 當時確實我們沒有辦法否認 因為我們確實實在在這樣的環境上長大 那也就是大家所謂的古國廚房 所以當我們遇到這樣子的過程的時候呢 你們都可以看 我們很多很多的媽媽會在這裡工作 但是呢相對的這些媽媽的孩子也會在旁邊跑來跑去 儼然就像是一個行動幼兒園 那小孩跑來跑去絕大多數的經濟體是因為 這群媽媽他們沒有多餘的經濟的能力讓孩子去多數 他們只能帶孩子來工作 甚至其實他們都必須照顧有長期照 長照的長輩在家裡 所以其實她通常都是用CG的時間趕快出來工作 喔!家裡的長輩要吃飯 趕快再回家 所以其實對部落媽媽來說 身邊多子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又要照顧一歲的 然後那個旁邊要煮阿爸燙燙的東西 煎的東西其實對孩子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那這個就更別說了 但是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也有遇到一些好的地方 例如當我們查拜需要很多量的時候 這些媽媽他們就會互空 那個達魯馬克要保很多阿爸燙燙可以來幫忙嗎? 所以那個時候口徒媽媽就會聚集 然後來這邊工作幫忙 那其實呢當我們談到產品或是談到人文 談到土地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是從人出發 那這一群媽媽呢 是我們在嘉蘭部落裡面很重要的群伙伴 那也是透過包麻拜這件事情 讓他們開始自己茁壯而且長豬志氣 為什麼這麼講 我先簡單介紹我自己的妹子 我是社工 是過去呢長期在經民就是 呃在協助的家庭都是經濟不是很好 就金服啊 家暴婚暴都是幾成幾萬的族群 但是當我進到部落之後我發現 媽媽們其實他們已經那樣的困難 那個困難是我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我好像嫁來這個部落 我只能帶小孩 我只能照顧長生 我好像找不到自己價值 於是呢 我們其實在召集他們的時候 我們跟他們另外一半的伴侶有很多的衝突 那個衝突不是來自於我讓他們出來工作 而是他們的先生會覺得說 你就好好在家裡顧小孩 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不要有其他想法 可是你知道這件事情是有危機的 你不可以有其他想法 我不允許你有其他的想法 就會導致媽媽好像就像警警之外一樣 所以呢我們其實今年第六年了 我們不斷在練習跟寫著這群媽媽找到他們自己的自信 那那個簡單的文色是我自己寫的 結果本來就是一個很感進的人 雖然我們可能必須常面對通路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場上 可是回到我自己生命的本性 我覺得射風帶給我很大的能量 我們開始談什麼 我們不談誰去定義部落的東西 你就是你自己 所以這群媽媽有的從昏暴 有的從家暴 有的從精神疾患 必須長期服藥 甚至每個人都蓄走的狀態下 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生命的位置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當我們媽媽聚集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回想 那上一代的媽媽 上一代的女性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我先生阿嬤的手 他已經失智了 他認不出任何的人 也認不出我先生 但他永遠遇到我先生 結果就問他一句話說 你的阿嬤慢慢去哪裡 你的阿嬤現在有幾個人在做 你的阿嬤現在有幾個人在做 你的阿嬤現在拉閉路夠不夠 所以我要談的是 如果這是一雙這麼強而有力 雖然慢慢去遇的雙手 可是他呈現的是 土地跟泥土的溫度 腳踩在土地上的踏實感 那他對我們這樣子滿滿的愛 告訴我們什麼 當我們接下來要傳承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歲月 我們對土地的選擇 我們要堅守 其實我們在參與這些事情 以前我剛回來創業 跟先生回來創業的時候 我的福祖說 沒有人要幫你種甲酸薑葉 我先生那時候想要自己種甲酸薑葉 部落的族人都說 不用種不用種 路邊就很多了 但是你們知道甲酸薑葉 跟一種有毒的葉子 非常的像叫什麼嗎 曼陀羅 你知道新聞有一個很大篇的新聞 是之前有 不是很懂的植物的人去誤採 採錯了葉子 採成曼陀羅 自己包成阿伯吃下去 結果他當場就扣除斑末 混搭送離院 那個時候我們就告訴自己 野生這件事情 當我們要成為是一個具有商業組織 跟經濟規模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保護這些老人家裡面 頭腦裡面的智慧 甚至 甚至能夠讓他們能夠好好的穩定的工作 你們要想喔 部落的風情是什麼 部落就是長輩們要帶著他的孫子 因為中年的爸爸媽媽全部都到外地工作了 阿嬤的口袋 阿公的口袋 母夫的口袋可能只有一兩百塊 但是要養下面七八個孫子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於是當部落的人都說你們這群老人已經沒用了 你們這群老人根本沒有生產的經濟能力 只有我跟我先生跳出來說 我們會重新拾起他們的經濟的希望 於是呢 我們開始種甲酸醬麵 現在你們等一下會吃到的葉子 可以吃 這個葉子都是從他們 那個部落祈勞的 腦袋的智慧 跟他們身體歷史的勞動種出來 他們要撕 他們就撕起來 然後直接吃 這就是甲酸醬麵的原型 這就是甲酸醬麵的原型 拍樹給我看 那妳等一下那有拍到 好 我必須先坦白講 以前顧若長輩肚子痛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要常常去採集一些食物 或者是做一些研究 他肚子痛 他就直接採甲酸醬麵直接吃 吃了之後 因為甲酸薑葉有抽回的功效 它是具有除脹氣、除消化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那過去我在做麻糬的時候 永遠所有的人都供服在小米 是不是本地的、是不是外丟的 可是其實後來我們公司開始慢慢進步 慢慢的規劃之後 我們爸有真正的核心放在甲酸薑 所以這群長妹現在在做什麼工作呢? 他們從原本每天的零用錢 甚至一個禮拜的零用錢只有兩百塊 都是透過經濟器做圈了好幾塊休耕的地 讓他們全部種甲酸薑葉 他們一天的薪水 一個禮拜的薪水就有五千塊 五千塊夠不夠活養他的孫子 可能會好過一點吧? 你知道我要提的這個重點 是有人? 所以你吃甲酸薑葉酥 你會覺得他有一點巴熱味 所以之前過去原住民族 原住民的味覺永遠都供在阿拜這件事情 我先生因為最近在大午休息道 我記得鬼射了點 請坐 這個也可以坐到 這個點我先生就說 那我們把甲酸薑葉酥了做成阿拜 可不可以做成其他的 所以等一下剛剛那個那個小桌子裡面 有一道東西叫百合沙拉 為什麼要叫百合沙拉? 因為我們都發現我們的客群 絕大多數都是屬於女性 那女生呢 故意不希望吃太油膩的東西 又想要吃來到台中想要吃特別的 所以我們就把甲酸薑葉酥成一絲一絲的 然後把它鋪底成圓 然後放做成一件 這樣子就很好吃 那這一道百合套餐呢 在我們那個休息在那個店面 都是排行榜清料理 我們也很意外 原本他對原住民族來說 他好像只能做成阿拜 可是我們不斷的把它開發開發 變成一個沙拉料理 那其實吃沙拉料理的時候 客人都問我說 請問你給我賣這個葉子 所以呢 母母採的葉子呢 阿嬤採的葉子 阿嬤採的葉子 不是指供應給百發百種 供應給誰 對葉子有興趣的客群 甚至我們會說 這就是他們的雙手去採下來 一藍一藍 其實我的粉 我們的那個FB 有阿公阿嬤採下來 一藍一藍的大的葉子 就像排老葉那樣排 就很像排老葉 所以阿公阿嬤會覺得說 我去採老葉 我可能好像要噴那個藍 手好像會有點耳熟 但是甲酸漿葉 它其實需要在半日曬的地方 所以部分都非常多 那種半日曬的山地 非常適合這種甲酸漿葉 以前我們也有實驗過在平地 就是全日曬的地方種 發現葉子吃起來 講一句台語就是太瓜了 太瓜 所以客人就會覺得 這個口感也這麼好 那我們透過實驗跟對照之後 開始發現 喔原來是空中的地質 不讓它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阿公阿嬤就會往那個地方前進 那我要講喔 以前阿公阿嬤採葉子的時候 都會到山崖旁邊 因為我說它是半日曬 不太能夠照到太陽 阿嬤阿公我們又很怕它睡下去 那也自從了圈養了之後 圈養這一塊地 阿公阿嬤其實一個小板凳 她坐在我們所圈養的甲酸漿葉的七座田裡面 她就能夠安安心心的工作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是 在人文文化的土地的平衡上 給了長輩一個正好的工作的機會 好這就不行 那我們現在講這個 為什麼八條線 剛剛有夥伴說 那如果隨便綁就可以了嗎 因為我們現在 那公司也有在推手做DIY做RY 那為什麼要做八條線呢 我講過了今天如果你要讓一個人 認識一個特別的東西 其實他們會寫從外觀開始 我們從外觀呢 就可以連結原理的文化 例如布農族的八部合一 或者是台灣族的露凱族的八部 其實這就是我公公他們那個時候傳下來的意象 告訴我們說 那其實那個真正原因是什麼 這原因是包的扎實 客人吃起來口感都比較好 我們試過 我們綁過四條線的 綁過三條線的 綁過十條線的 綁過八條線的 我們後來發現八條線的口感適中 客人都非常喜歡 就這麼的精細的東西 我的長家們都把它抓好 好再來我要講的是 以前種的時候 我們會種野生去採 會採錯 而且又加上我們的夥伴 如果不會分辨的話呢 就很有可能把友人的葉子都包到 拿在裡面去 那現在呢 我們的田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阿公阿嬤呢 或是我們的夥伴 他其實就拿著一個黑色的大籃子 他就可以盡情的在甲串薑葉田裡面 採他想要採的葉子 OK 那葉子是不是長得很漂亮 那真正的關鍵是 我們希望可以降低他們上一項的風險 互採曼陀羅甲串薑葉的部分 再來種這麼多葉子是為了什麼 我們不是只有想做阿嬤 其實想要斥育於開發到更多應用端 所以現在我們也開發出 全台灣唯一的樹葉內線水餃 那個水餃就是甲酸薑葉水餃 客人都非常好奇說 我都吃了高麗菜吃了酒菜 我沒吃過甲酸薑葉 結果我們之前在天主的CT Super 拍了一個展售大賣 水餃都賣光光 那時候告訴我一件事情是 為什麼我們會讓客人相信我們的東西是好的 一方面是我們其實做了系統化 就是規律規劃 跟很大規律我們經濟體的開發 會讓客人覺得說我吃點比較東西放心 因為有食品證 因為有食品檢驗 所以我心裡有很多東西 所以現在呢 我們叫百發百中阿嬤專賣店 可是客人後來都很清楚說 我們已經不是做阿嬤 我們其實做的是甲酸薑葉水餃 我們之前還開發過甲酸薑葉的蛋捲 那現在還做了甲酸薑葉的茶 那這一瓶茶 這還可以要給他忙 這一瓶茶呢 是萃取的喔 為什麼要做萃取呢 因為你們剛剛看你們吃的那個葉子 誰能跟我保證在沒有無同的環境之下 每一片一直都能長得那麼漂亮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做了循環經濟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循環經濟 漂亮的葉子我們拿來包阿嬤 不是很漂亮黑黑的 或是被蟲打掉的 是注動的 我們幹嘛呢 沒關係我們剁碎做水餃 那如果真的很黑發黑到完全不行 但是他的營養成本還夠呢 沒關係我們還可以做成茶葉 所以以前甲酸薑葉在我們在開發 或是長輩留給我們的時候 長輩都會跟我們說 那個黑的葉子丟垃圾桶 就丟垃圾桶 我告訴你回來有10桶 幾乎有很多都要丟掉 那我跟現在就開始擔心了 我們一直叫部落獨人踩 讓他踩回來發黑了 我們又沒辦法退他的貨 那我們應該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呢現在葉子呢 我們有分A級 B級 C級 我們做了一連串的循環經濟的規劃 讓這一片葉子從那個葉餅 然後葉片 全部的東西都用得淋淋精緻 那現在這個草本茶椅呢 在我們的店面啊 還有我們的都有發行 然後甚至還有餐廳會跟我們談說 誒真意我只想要我要一大批 因為我出最後一道甜點的時候呢 有想要給客人喝這個茶 那我覺得這個茶對原住民來說 就是另外一個新開發的一個產品 也是很難做的 那我們做的是無糖 那當然喜歡喝甜的客人 我就會跟他說 你可以買回去自己家很臭 你可以自己回去自己動手做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無糖的部分 是現在科學非常接受你非常喜歡的 你看我們這個圖都淡住 淡住我必須講 淡久你做失敗 淡久你做失敗 一方面是我們可能真的不是點心類的 那個零食專家 再者是淡久他有太多 所以我們做效期的東西需要去做搭配 但我們家比較著重跟比較專業的是冷凍 所以你看我們右邊的甲酸醬液水餃 水餃一切開呢 就可以看得到綠色的甲酸醬液醬豬肉 我們除了做昏冷水餃 也有做舒適的水餃 對 那水餃的部分也是非常的不錯 嗯 那這就是我說的徐環經濟Circle 對 OK 完全夠在甲酸醬液齁 好 那剛剛清完那麼多東西 等一下他們會切哈拜給你們吃的 那切的哈拜會有什麼 我們現在是甲酸醬液是蘸醬 甲酸醬 甲酸醬就是帝國產 好 那我們跟部落跟人文怎麼互動呢 大家可以看 部落的夥伴會先幫我們種甲酸醬液 那百發的位置是站在採收收購 最後回到工廠桌 這是阿拜 對 葉子可以撕 不是越討厭喔 越討厭不能吃 是裡面的葉子 那很快 我特別請那個義貞幫我切得像壽司一樣 因為我們在前進日本市場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文化圓名的東西轉移轉成 我們會說它是小米做的低卡壽司 OK 因為甲酸醬液呢 其實它遮完之後就像你們看的 它就像壽司一樣 我今天有準備甜的紅豆的 然後有準備鹹的豬肉的 對對對 那日本的夥伴呢 其實看到那個甲酸醬液的時候都會說 哇它真的好像壽司喔 那香港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說它是那個連葉子都能吃的糯米雞 OK 因為前三年我跟先生到日香港去餐展的時候 我們一直說我們賣的是阿拜啊 可是其實沒什麼人聽得懂 於是我們做了文化轉譯 我們到了香港的茶餐 你發現它的糯米雞跟阿拜長得好像 是因為它外面是荷葉 對不能吃嘛 那打開是糯米嘛對不對 那我們隔天就說好 我們要來轉個方式來做行銷 來告訴香港的客人 我們就說這裡有連葉子都能吃的糯米雞 結果我們就引來香港的滑稽有創食品 大的有創食品公司 然後來跟我們採購這一匹阿拜 那對我們來說 對原本來說是不是很開心 是啊 雖然它的主體不變一樣是阿拜 只是我們透過文化跟人文的轉譯 開始讓它變得不太一樣 那如果待會兒你有吃到前的阿拜 好這個又是一個故事了 之前我們就是做了一批到上海寧波 那個時候上海寧波的客人問我們說 請問我可以怎麼跟人家介紹阿拜 所以我們就出了紅豆款的阿拜 裡面叫做紅豆沙 所以我們就讓這個上海寧波的客人 到上海去打市場的時候 就說它是來自台灣原名的豆沙 因為大部分人非常愛甜的嘛 那香港的部分就我剛剛吃的 這樣叫做糯米雞 然後日本也有說的小米壽司 所以其實不像我剛剛說的主體不變 但他們開始對這個葉子產生好奇 甚至開始有很多剩計的公司 會開始問我們說 請問這個葉子怎麼保存 原則上呢 甲酸漿葉裡只要放在冷藏的冰箱 超過三天它全部就變黑色了 因為它的葉綠素會退去 所以你必須要非常了解這一個植物的實現 因此呢我們知道它保存不容易 所以呢前年我們公主開發了一個大台的保存設備 它原本只能保存三天 但是這個會關係到我的族人 如果每天都採葉子給我 我包的火幹不夠多 或者是包不夠快的話 葉子確實就會被我們丟在垃圾桶 於是開發那台機器 它就從原本的保存三天 到現在可以保存二十一天 那族人們會想什麼 還好我採去的葉子沒有被瓣瓣百種丟掉 他們其實有真的好好在運用我們 平常我們的力氣做根 幫他們照顧管理和甲酸漿葉 其實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故鄉的 就是那個過程中 族人也會覺得說 放棄把我的東西交給我 所以現在其實部落開始有一些 原本這種小米、若神、樹豆、紅梨的族人們 開始修根 就比如說產季到我們就修根 他們就開始跟我們問說 我們可不可以開始這種甲酸漿葉 OK 因為有時候剛剛我提的那些農柱 可能會因為農會的採購價或什麼樣 或是大盤、中盤的觀念 會有一些被壓抵價格 導致它當季的收成並沒有辦法很好 但是透過甲酸漿葉整個收購鏈 整個產業鏈的規劃 它雖然只是一個植物 可是其實我們要做的是把這個植物發揚光大 甚至可以透過這個植物鏈 不是產業鏈的喔 是植物鏈 透過這個植物鏈 我們怎麼樣讓它去做更多應用的開發 然後也讓族人知道說 喔 原來過去我傳下來的 以前阿公媽媽傳給我的那個植物 他其實是要叫我生 好 講到剛剛的這一瓶茶 其實那是很偶然的機會 有一天我就拿著這個甲酸漿葉要壞掉 我們原住人叫馬克巴拉克 講那個快要壞掉的葉子拿去給一個教授 我會說教授這些都是快要壞掉的葉子 不曉得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變成我們的茶 結果那個教授因為我們提了一個案子 就是有一個創新研發的案子 那個教授就用了白老鼠實驗研究 做了一批很特別的研究 然後那個研究也讓我們今年拿到了專利 OK 那個是什麼研究呢 他把一個對照組的實驗組的白老鼠 這個實驗組的白老鼠每天都喝 都吃酒泡飾料 就是那個飾料泡不起來 每天都泡 因為我們後來 因為之前有一篇論文是寫說 他對酒破胃潰癢的患者會有幫助 我們想說拿那麼多喝酒 不過客人就說我們先從這個白老鼠試驗看看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就每天餵白老鼠吃酒泡飾料 那個白老鼠的胃真的一個動一個動 就是有點像類似胃困 可是後來他又做了一個禮拜的研究 就是他每吃了一個酒泡飾料 他就用一點甲酸醃醃茶 直接給那個白老鼠喝 就那白老鼠原本破洞的那個味 就慢慢的變小變小變小甚至變完整 所以其實現在這一個甲酸醃醃 你不要看他我們泡成茶 其實因緣寂寞 我們原本是做成那個萃取粉 就是想要讓我們自己的客人 他可能買的阿拌先讓他吃吃看說 喔這個粉好吃 然後有一天我兒子就說 媽媽我想把這個粉泡成茶 然後媽媽我想要把它變成炒喝喝看 因為他才五歲 這有時候是靈感來自於孩子 他就拿了一瓶水 他學校的水 然後把我們的粉倒下去 搖一搖 結果我們就發現意外的好喝 然後也於是這樣 我們就變成了這一瓶茶 那也是因為這一瓶茶加上萃取粉 然後我們也在變成甲酸醃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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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開發一顆一顆的甲酸醃醃醃醃醃 那現在甲酸醃醃醃醃醃ustering 由誰吃呢? 我的客人很有趣 因為他們有時候是 閒淨特地要應酬的大老闆 他們就會說 我要買少許酒 那我要順便給你買一個定 什麼我要喝酒前 我就先吃一個定 我感覺我好像就不會那麼 就是那麼容易醉 他們講的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不論是心靈上 如果是真的 他真的有幫助 至少我覺得就在圓民的產業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向 對因為以前阿公教給我們都是 就是肚子痛胃痛 我吃這個好像就很不錯了 可是那個東西在那個口吻 是那個年代的人在知道的事情 轉換到我們現在這個年輕的世代 或是需要有創新開發的能量的團隊裡面 其實他就要有一種東西 不斷推成促進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們店裡面推的東西 我們不是只說他是阿板 我們說他是一連串有甲酸醬 就是在甲酸醬醬開發出來的產業 我們就是甲酸醬沙拉 到甲酸醬醬醬到阿板 到甜的到甜的到醋的 就是還有鹹醬 就是變化的 就是看過這個電子 是做很多的變化 那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不一樣的人 可以幫我們做這樣子的開發 讓我們可以在甲酸醬醬的 可開發性或是可使用性不斷的 增強自己的能量 OK 好三十分鐘應該差不多了 還是還沒到 我怕超過時間 我是怕超過時間 到這裡各位姊姊哥哥們有問題嗎 姊姊哥哥 姊姊請問問 如果我們想在家裡就試做一顆的話 來嘗試看的話 或是怎麼有什麼方法可以 有趣的嗎 對 其實你的問題就跟我現在的客人一樣 我的客人都跟我買 一株一株的那個 那個什麼 紙栽的苗 我們就寄給他 那我現在呢 我們公司在規模 我們希望可以創造的甲酸醬麵盆栽 因為其實我的台北客人都說 我每次要買你的葉子回來 煮成湯煮成火鍋煮成中 他們都是買一斤一斤五斤三斤這樣 可是放到冰當針的三天就黑黑了 客人就會覺得說這就壞掉了 可是對我本來說它其實沒有壞掉 而客人就會覺得說 那有錢像我自己買一株 就是放在我的門口 但是一定要記得 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自己種過盆栽 它其實沒那麼好種 而且它必須要有充分的水量 甲酸醬麵 你不用很多的太陽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一直給它 每天都要澆水 對 不然它會有點 我覺得它活起來的時候 就像那個樹 就是像這個樹葉森林一樣 就會像這樣子 是有精神的 我們用有精神的一些東西 會不會怪 就是有精神它是這樣子的 但是如果沒有能量的意思 它就會這樣 其實你們剛剛看得出來 其實植物的生命力是非常明顯的 它如果是漂亮 它就會是這樣直挺挺的 那如果水分不夠 土壤的酸碱度不夠 它就會這樣 因為我們店面最近 就是要種一顆植物 就是把它放在店裡 養不起來 就變成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客人看到它 好像 就很像野草一樣 但是我們就說 這假酸鹹 然後我的客人就說 蛤?它長這樣喔 我說這是沒有精神的它 那有精神的是 總是在那個很大片的草原 那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比如說我們把支柱寄給你 然後你可以自己在家裡嘗試看看 對 那沒有其他的問題 對 針對假酸鹹葉的部分 還是我們把問結果 到後面 最後一個 我想要問一下 假酸鹹葉在胃腹上面的標示是 假酸鹹葉目前在胃腹部 它只能用來包裹 不能加工 對不能做它第二層加工 但是我們公司現在也在努力這一塊 我們希望可以送申請書上去 持續不斷的修改 因為 為何不說 我們要去搜集 國外的文獻 那國外目前在種的是印度 對 印度的原生總在 好幾種假酸鹹葉都在印度 那接下來我們公司也在進行第二巻 就是要把它補充 讓它通過那種非傳統原物料的認可 我們就可以跟大樂來做這些書籍 就跟老爺一樣 就跟張權教授有一樣 我們繼續努力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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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接請 早上請出來他的 請說 好 好 請問大家剛剛還有哪些沒有得到 還有一個酒餐的食物,還有一碗餬,還有一碗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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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我先介紹自己我叫得兒 然後那邊是我太太 阿絲 我可能我的國語講得不好 如果等一下有什麼聽不懂 有什麼問題 我再請我太太來見識一下 其實我們兩個是香港 我們是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一句來台東 然後我們一句來台東 為什麼要一句來台東呢 其實我們在香港其實 我們原本是做辦公司 然後後來我們開一個工作室 做一生後陪伴的場所 但是我們慢慢就覺得 人家好像不太心 香港越來越快了 真的太快了 然後我們超過這整天 就算我們沒有工作 我們自己都是躲在公司裡面 都很少在街等很高 然後我們有一次就來台東 游戲 然後就很喜歡來這個地方 後來就決定來台東 來台東 然後我們一去到台東 可以幹嘛 因為我們也不是做餐也親生的 雖然我們有做一些烏培的產品 但是我們就是 做餐也做很久 所以我們後來來台東就覺得 既然我們來到台東 就跟台灣其他地方不一樣 我們就做一些跟台灣其他地方的港式 參與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就出來打台東 出去在台東市區 就是台東線裡面 到處去買它 然後我們擺攤賣的食物 就可能跟你們通常在外 市財產品看到的是不一樣 我們可能你們在我們擺攤的時候 你們找不到貨肉 找不到雞蛋仔 也找不到蛋糖 就是這幾個都是我們最常被問的 好像香港都是吃這個東西長大的 好像沒有吃到食物 就是我們就是想要來台東 做些不一樣的 就跟你們講一下 香港有什麼其他的食物 就是我們很想在吃的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其實初期 因為我們在香港商國 我們大部分的食材都是進口的 就是真的沒什麼原料 是來進香港本地的 所以我們來台灣 做這些餐點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用力的去找 我們原本在用的食材 你知道台東不好買嗎 所以我用寄的也不好寄 就是所以我有一些找不到的材料 從來我們就找香港的親戚 幫我們寄過來 就是有過一段時間 然後就發覺 有個好像不太對 這樣寄來繼續是真的不太好的 運費很貴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在2016年的時候 就加入了慢食的團隊 然後就加入以後 就認識很多600 然後很多會往戰地食材的搭配 後來透過他們的舊校 我們就開始幫他們 用起來的戰略食材 然後我們就這樣一直擺攤擺攤 我們直到2018年 我們就要開個 有什麼天面在台東西區 然後那個天面我們要多餐 可能那個食物比較多遠 可能有比較正常的東西 但是後來大概我們開了三年 大概在2021年的時候 就是疫情 5月的時候 我們疫情都停掉 停掉 因為大家都不能電用 我們開 我們就把那個店員停掉 然後停的過程 我們就在思考 到底我們開店的方式 是不是我們來開工廠想要的 因為我們開店以後就發現 因為我們就交流過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 就是跟我們之前擺攤的方式很不一樣 我們今天擺攤還可以很多時間 跟客人每天溝通 然後但是我們在開店面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就是忙到 就是客人來吃完 我們找人故意 不知道到底有誰來過這樣 對 後來我們一起停了以後 我們就一直都 到現在其實都沒有在開那個店面 我們以前都是以一個排攤 跟你們的做宅配的方式聚集 這邊介紹我們這次的題目 然後其實其實那個主辦單位 找我們講一個善聯的題目 就是善聯的題目的時候 我一個想過的那個印象 這是我們最近認識的一個食材 一個植物 這是在其實你前面復原 就是在三米六附落 就在那個陸園的永安 三米六 三米六到五 就在陸園的永安 其實不管你是從市區來 其下還是其下都是市區 都會進過整個地方 在陸園 在台九線下 然後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就介紹我們 這是一個題目 他叫 他名字叫什麼 狗架 狗架 那個叫狗架 那個是這個部落裡面 在種的東西 那到底這個東西 跟我們香港的料理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這個職務 那個朋友就交給我們 就說 要我們研發看看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產品 可以做出來 可以有他們的 然後我們就問他 到底這個職務 他們原本是怎麼用的 他們就說他們部落都會來 泡水來的時候 泡水來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安心 平靜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 也來來泡水 然後我們喝上去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重要 都可以擦 但是我們覺得 現在很多很多的職務 好像很熟悉 就是老客說的感覺 但是因為一個 原住民的職務 為什麼我們沒有喝過的經驗 然後我就跟董太太對話一下 我們就行選了 就說 是這個 何仔茶 何仔茶 何仔茶是什麼 如果在香港生活的時候 就會知道 其實是一個 我們港報的時候 喝的重要 為什麼叫何仔茶 它是 這樣包成一個小盒 一個小盒 一個大盒 裡面有大概十盒 這樣 然後如果我們 要喝的時候 我們就拆一盒出來喝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個 這個 苦加黃金 喝的時候 哪個味道 很像何仔茶 然後我們 看看那個 材料 結果你會發現 它起初的一個材料 就是 非常寬敞 對真的很 好 然後來 就是 再找我們去 民法 其他食品 我們就 用這個 來做一些 其實也要找其他朋友 一起去做很多食物 很多食物 就是比如說 米肝 然後 有做 雞蛋 火動 就是很多 不一樣的食物 然後這個黃金 其實在哪個部落裡面 我們不是只有 像我們這樣 只用來做 對著它 因為它 因為它 它減性很重 但是它 燒成會 它可以用來做 洗白金 然後 它用來 再用水來煮的話 這就是我們做 減種的 減水 減水 它是可以用來做 減種 所以 我們就發現 其實 原住民的滋味 其實好像比我們 這樣 人 去用這個 食材 會用得更 更厲害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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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 這個 到底台灣 跟現在 對食物跟風土的 作物的觀念 跟關係是什麼 然後 我在底邊先分享一個 我家族的 一個 意思 就是我們怎麼 去看 人 作物的 一個觀念 其實就是在我 就是 之前去我 舅舅人家 去吃飯的時候 在香港 去我舅舅人家 去吃飯 我們吃完飯 就拿一個水果出來吃 就想要拿一個水果出來吃 然後 我就拿一個水果出來吃 我就拿一個水果出來 我就問我妹妹 我妹妹在娃娃時候 是六七歲左右 我就問她 她要不要吃蘋果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不要 你騙我 這個不是蘋果 然後我就問 為什麼 我覺得我騙你不敢這樣 然後她就說 蘋果不是紅色的 蘋果也就是原油的 我說為什麼 她說蘋果應該是 白色跟三角形的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所以 對 因為他們 很多 我們的下一輩 很多小孩子 都會 都是我們的教育 長大的 因為香港 請朋友們 互相台灣 要寄分數 只要你在香港 其實是一個搖錢 就可以寄 所以很多小孩子 她是不是 吃進去 永遠大大 就是叫我吃大便 所以他們對於哪個食物 他只會吃哪個好不好吃 他對於哪個食物的樣子 就是 不太懂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不怪 其實我自己沒有到那麼嚴重 但是如果你說我剛剛說蘋果 雖然我知道蘋果是紅色 蘋果是圓圓的 但是我也是出國去旅行 才知道 看到那個果圓的樹 才知道蘋果是怎麼展出來的 對 然後因為那個香港 就從那個1970到2003 那個時間 其實就是經濟最好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已經 其實其實蘋果 就是大部分是吃哪個品牌 都沒有說去要求那個 那個食物的來文是怎麼樣的 就是我賺到錢 我買一個比較貴的東西 就覺得我吃得比較好 這個觀念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香港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的生活很多元 所以我們其實 可以吃到很多不同國家的食物 比如說如果我想要去泰國菜 我可以去走龍城 泰景堂街去吃泰國菜 去咖哩 我們會去尖沙族 然後重新大廈 裡面整個大廈都是去咖哩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香港的廚師其實很會有 但是他們可能用一些 分調的技法 可能可以去改變一些 有食物的風味 這些材料比較美濫和新鮮 他們可能可以用他們的技法去乾杯 然後我第一次接觸到 那個台灣的連鎖參與 這些比較大眾化的參與 有一家叫 先中一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整個參與 大概是在1995年 大概是兩個時間的 可能也不一定是台灣人 但是它就是那一些比較大眾化的人 比如說有肉飯啊 正出來茶啊 然後有肉麵啊 那些 所以我們這次從來的時間 開始認識台灣的食物 然後後來到2003 有一家更厲害的 叫咖啡肉 是七松餅的那個人 大家都知道 那個很誇張 它那個是 如果你平日啊 你下半日啊 你還不到兩三個小時 你吃不到 這個也是 咖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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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最帥 中餐最帥 那些應該在台灣 應該也有那個人 沒有在台灣吃的 但是當我吃這些 台灣 在香港吃這些台灣參與的時候 其實 我會覺得 為什麼 欸為什麼 跟我來台灣旅遊 吃的時候的味道 會不太一樣 怎麼吃都不太一樣 就算是我去咖啡肉 他自己的食物也不太一樣 八方旅行 香港也可以來吃到什麼 沒有 沒有體現 對 然後我就 後來 我就故意 在香港 跟台灣 是一些 一樣的食物 比如說 蘿蔔 我就故意 挑一些一樣的劇情 但我就發現 欸為什麼 台灣 我會感覺會比較好吃 就算是我在香港生活 他調到我 香港人的口味 但是我也覺得不太好吃 但是 我就發現台灣比較好吃 為什麼 我就慢慢去發現 可能是食材 食材有差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的 因為香港大部分 都是靠進口 然後你來了 你再怎麼樣包裝 我其實拿個新鮮褲 一定沒有台灣的食材 很新鮮 如果 我剛剛講的 如果真的是台灣的食材 是香港用得好的話 如果這個是成立 就是這個關鍵是成立的話 如果我用台灣的食材 去做港式的料理 就是會更棒 做出來會更好吃 所以我們現在 我現在就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怎麼去運用台灣的公土作物 去融入我們港式的料理 第一個 我其實一起來都講 我們在香港是怎麼親民的 我小時候來 等於國小 二三年級 提前 還可以去哪個 找貨店 去買 香港本地種的 我們在新鮮 原來有一個 可能再種一個 是四料理 應該是三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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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對 那時候還可以去哪個辦公 可以 找貨店可以買到 自己帶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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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一都 大概到 兩千年 可能沒有到 兩千年 就是 當什麽 去買品牌 買什麼品牌的 可能我們就可能 就分國家 不論國家 不論品牌 就可能泰國的 就買什麼金縫 金像 然後就大陸的 然後還有那個澳洲的 記得比較好一點就是去澳洲的 這樣 就這樣我們就是去分品牌 來看場地 這樣就已經覺得自己很有品味的 記得 對 但是如果我們在台灣 不需要一次 台灣 尤其是在台東 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朋友會跟我說 我的是去什麼 台灣高雄139 還有高雄147 然後什麼 什麼 什麼 桃園3號 是不是多到你會 你不會記得那個號碼 其實可以買回頭 對啊 然後再來 一直這樣 他們還會講那個水土 就是那個水質 就算是同一樣的 高雄139 在 一樣是在台東 在長邊 跟在種補種的人 用不同的水種出來的人 怎麼會怎麼不一樣 然後還會分農法 什麼 自然農法 官司農法 無毒 對 真的還蠻大壓力的 我最不期待 吃飯的時候 我就說 吃飯吃飽 然後我怎麼看得那麼死 對啊 這 搞不懂 然後後來我自己 要看一組的時候 就發現 很難 很難 對啊 這是我以前在香港 吃飽的這個觀念 其實 不太合理 應該是用一個 品牆 品牆的 精態 去 慢慢去 吃飽 然後我們怎麼去用米 來提升我們港資料 我們在裡面先講 說 我們香港的說 大家知道我們最講究的是什麼 一定要 要用免疫 你都講到很免疫 對 就不可能是水跟米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其實 好 其實我們是沒有廣東做這個東西 香港就是香港 是不一樣 對 我們沒有廣東做 也沒有廣東長反 廣東用推的廣東長反 我們是不一樣的 真的 對 我們就是用捲的 一定哪個要先捲一下 捲進去 現在我們已經就是 一直把藥推翻 都是這樣 對 然後我們那個 然後我們那個 這樣哪個中 那個米啊 我們那個周圍怎麼煮 我們是從生米一起 就開始煮 煮 大家聊了小時 對 要煮很久 然後我們就是要 讓那個米 在那個水 那個鍋擠裡面 要翻滾 用那個熱度 用那個時間 去讓它會 破壞它的組織 然後會鋪開 我們叫那個米會開花 對 我們所以 去了我們香港的周圍 也會 怎麼去是 是合格 就是 去到了那個米香 但是看不到米 對 然後我們 這個周圍 可能你在商人的餐廳 跟在我們香港的家裡 裡面吃的米飽 會有點不一樣 我們香港 我是比較偏向 在家裡面煮的粥 所以我是會 加一點點的 那個干貝 然後再 煮好那個粥餅 然後再放那個料 去煮 剛剛現在這一碗 都是放台灣的土雞 台灣土雞 所以這一碗就是土雞座 這個土雞座 然後很多客人 親下去都以為 我們是有發高卡 去拿煮 很多什麼僱用客介紹 都說我們有發高卡 去拿煮 但是我跟妳說是沒有 對 當時是水 還有乾杯 跟鹽 配料 這樣子 就是都少了 你們兩個小時之後 就拿掉 對 兩個小時 那個我們叫粥餅 那個粥餅 我們再倒出來 也要七碗 就倒一碗的 量出來 然後再放料去煮 這樣才 比 對 我現在就會講 那個比 所以我現在 我都會挑 所以我最後 我就試到高雄比賽 為什麼我用高雄比賽 1949 因為它是比較Q 比較年 比較Q 比較小 然後它 也許它大家 其實有Q 很快 它是有一個 很天然的 天位 對 所以它補充的時候 會 你會吃到去 不管是米飯還是粥 吃到這個感覺 接下來 米 大家不要以為米 只有 只有吃粥 只有吃飯 就是 你還可以做另外一個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做港式的 高點的一個 點心 很重要的一個 食材 這是在來米粉 在來米粉 當然的賣場 我們以前在香港 我們是 一般都是用泰國的 在來米粉 然後其實在台灣的賣場 你買到的 其實很多都是國外進口 要不然就是一些 調和的 調和的在來米粉 他們可能有 加一些玉米粉 然後去 量它 成本的 可能會 可能會 會更加 但是 我們這邊 我都會選用一個 也是我們有介紹的一個 在桃園有一家 做炸來米 全的炸來米的公司 它叫炸食店 然後它是單純 它真的單純 用台灣米 台灣米來做 它是用台灣米 然後在台灣做 它不是用國外米來 在台灣做 而且它可以展現出 它是用台中 三十七號米 來做 然後它有沒有加什麼 太白粉 然後它還配合一個 日本和一個 七樓 粉碎的技術 所以 它跟 我們一般買到的 可能用肝膜 肝膜它有什麼不好處 它會有熱补 它也會破壞 那個加藍米粉的結構 然後如果用絲膜的話 它會讓那個粉的 含水量 也會變高 但是它用這個 日本的那個粉碎 技術就沒有達過問題 但是 我的問題就來了 它沒有問題 但是我的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用泰國的 再來米粉 它可能大部分 都是用絲膜的技術 我們用習慣 我們已經習慣它的濕度 所以 基本上 如果我要換些種 再來米粉的話 成的再來米粉的話 我要重新再做一次 所以我們都吃很多遍 包括我們有一個叫 菠仔糕 它口感其實有點像掛飛 但是它是甜的 所以用再來米粉 然後蘿蔔糕 還有黑糖 然後蘿蔔糕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原料 就是栽蘭米粉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用栽蘭米粉以後 覺得我們可以吃到 我們香港原本吃到 這兩個點心的一個 頭腿以外 其實額外 還增加一個米香 對 那是我們在上海 用上海 用鏡頭的材料 做到的 接下來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兩個我們最近 有做的兩個 有用到在地風土做的一些料理 然後我們這邊也會有一個 綠豆沙給大家的夢想 一起看看 哪個綠豆沙還有什麼特別 我們先講哪個名字 我們叫臭腸 和大綠豆沙 臭腸是什麼 在台灣應該現在叫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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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腸 我們就是叫臭腸 為什麼大綠豆沙 其實到 就是這個 現在給大家 它其實聞起來 聞起來 表現會覺得它臭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它很像 但是我們就覺得 既然我們在香港叫臭腸 我們就繼續用臭腸 到底這個臭腸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是在陣路裡有一個朋友 對 有興趣可以來玩看看 它有一個想起 所以我覺得 這是銀香 對 它有加 有加興趣 大概銀香是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我們在陣路有一個朋友 他們共同共識 他們就是他們家裡 他們的甜點 有一株 那個 雲香 樓下 但是他一直都不知道怎麼用 他就跟我們說 那個 那個雲香 你們有沒有用 我們就 其實上四十年前已經跟他說 我們先來做 豆沙 然後 但是我們一起都沒有機會用 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 失去肉 然後 後來都 我們都接近那個 他上一場的 曼石請說 他會 就去嚇不掉 我們又不能就想到 所以你要不要做 沒有 終於他整個 這一株 他在他的田裡面 運作的影像 終於就有 這一個 我們就採下來 然後就做 然後就做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 然後還有 我們現在 你們現在知道的那個 那個 那 如果已經大家 找到了 其實大部分 你們 對 你們可以放看看 我去鼓勵 大家買運氣的時候 去看看那個 那個 不管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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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不管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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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這次使用的 綠豆 其實是 台南五號 台南五號的綠豆 所以是真的是 台灣在地的綠豆 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應該 台灣的綠豆 應該到 我想應該七八成都應該 就是一個 在 是不是有點像我們 流連會的 流連嘛 你可以 我去看看那個 所以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不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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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做這個 運動賽 真的 可以做得很簡單 也可以做得很複雜 很簡單 但是我去 我去買 我買 我運動 我就 整個運動賽 就已經出來了 為什麼 我們要那麼辛苦 去做一些 你們比較想看到這種 就是覺得要 要 而且是一些比較 肥複雷的食材 所以裡面有海帶嗎 對 對 有海帶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的三個食材 就是 菌香 海帶 跟綠肉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便宜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香檬 其實 其實這種 鯨湯 我們是 要共享 喔 對 我們清熱 去火 就是要清熱去火 是裝出來的 所以我們去 吃喝涼茶 什麼的 我們就一定要有共享 我們直接就把這幾個 比較涼的東西 那些東西 都放在一起 所以 你 小碗還好 如果你是 自己比較多的話 我們自己比較不接近 來 反而去 乾燥的 就是 兩百星期來的 可以 一點點還好 因為 這個我們其實也是 我們要連配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起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跟香港原本 就是 我們會把 雲山切水 一起煮 但是 我們煮出來 一定過 沒有機會 一個時接受 我們可以打 全部都打槍 然後 後來我們就 調整 一調整 一調整 最後天下 我們是有 放下去煮 那個雲山 放下去煮 但是我們煮完之後 全部烙起來 都沒有給你們吃下去 就 我們是覺得這個 香氣可以保留 而你們又可以 比較容易接受 可以打 當然還是可以 我們會不介紹 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 很放心 這個食物會有 來 今天 跟大家介紹一個 也是最近 我們介紹一個 一個 香蘭 一個 也只看 其實 我本覺得 野吉塔 這個 單單的 野吉塔 其實在香港的茶餐廳 也是一個 茶餐廳 跟麵包店 是一個很紅心的 小點心 所以 香港 不是只有大堂 只有野吉塔 也是一個 茶餐廳很重要的 一個 地位 所以 這個 我們在這邊 擺攤 可能 是在電影 其實我們 我們一般都會繞在這個椰子檯 然後我們也是配合 設施牆來防曼時節 想料的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就覺得 椰子檯跟湘南其實是很大的 很多東南亞國家 他們都會把這樣的東西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想起 做一個湘南椰子檯 所以這個湘南椰子檯 可能對大家想很簡單 我去食坪材料航買一個椰子 椰子市不是很簡單 但是我們就覺得這樣做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也是要趕緊急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發現椰子 其實我有注意到台灣其實沒有很愛吃過 但是可能在台東還是屏東 我開車員都經過 其實發現很多椰子樹 哪到底是椰子去的 有些不是一株一株 但是很集中的在種 它是一株 就是代表只有人是在種這個東西 哪到底是椰子去的 我很少發現有台灣椰子的作物 在那個食物 然後我們擺它 其實也發現其實很多台灣 一聽到椰子這個東西 就跑很快 然後我想要介紹 然後下一個食物他們也沒有興趣 他們要去那邊幾個行 會喜歡這種行嗎 不喜歡呢 很多韓國台灣人都不喜歡椰子人的食物 對 然後如果我們去食品材料航買到人 那邊也一起吃它 不可能是太遠跟菲律賓 然後我就好奇 明明在路邊很多人種椰子 坐在路邊也有很多人買椰子水 那到底能不能請我去買嗎 對 然後我就去問 我曾經有去問那個 那個人住的地方附近的人種椰子的 我就問他 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哪個椰子我可以買 然後他就說 行啦 那些椰子都是被人家全部收走 這是有一個包下 包 這是包起來的意思 你沒辦法 我今天單單騙他們 你把種的人去買那個椰子 然後沒關係 然後我就去問那個 路邊買椰子水的 你在台東 我坐在那個阿伯 我就問 那個椰子水 取了以後 椰子會怎麼用 大家可以猜到怎麼用 就丟掉 很厲害的 他就知道 但是你們覺得很平常 但是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很難貨 對 沒錯 他就只去拿椰子水 然後椰子就掉 上面去掉好幾十年了 我就覺得很浪費 所以來一次我就跟他要求 我就可以買我一批 那椰子水到處來 以後我不要等你 大家就說好啊 我就買你 很便宜的買你 然後問題又來了 那麼一年我就說 我怎麼問 因為他 你看一個小洞 你自己看一個小洞 然後到那個水 我不太敢挖那個小洞 用那個小洞 挖那個椰子出來 所以我就請他幫我 砍一砍 我可以帶 好 砍它以後啊 問題要發 對 有沒有問題 對 原來裡面的洞 不太好挖 對 就算我用一般人 摘的水果刀 其實也不太好挖 就算我挖到那個洞 一塊一塊出來 我怎麼會變成椰子 對 然後剛好我們在台灣 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 他是馬來西亞 來台灣定居的朋友 馬來西亞你知道他嗎 什麼可以用椰子 這是椰子這種 然後他剛好有一個 椰子 椰子 但是他來台灣也沒有用過 為什麼 他把遇到椰子 好了好了 我買到椰子了 就是我工具 但是當課 我沒有跟他講 椰子的打比拔感 對 我不想要大家把我的椰子抄 我先試看看 他裡面有個像 對對對 我先試看看 所以我就跟他這很多工具 都慢慢挖慢慢挖 就一點錢挖出來 挖完那個椰子 你就要 因為它是絲 你就要去用乾嘛 然後 然後你不能馬上去用乾嘛 我要把椰子 要全部把它壓出來 壓出來以後 然後才可以 把椰子挖出來 我們也沒有浪費 我們照給我們的朋友 去熬煮成椰子 然後我可以再用在 他的料理上面 然後也只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放到那個 我一開始就放那個果餐機 去烘來 一開始全部被弄 然後我拿個瘋 哎呀 然後我拿個瘋這個 就這樣瘋掉啦 全部到處飛 到處淡 然後怎麼辦 然後我就只好 放到那個烤箱 慢慢烤 每十分鐘 因為它烤它會有水分嘛 但是烤箱不會光臨排水嘛 我就每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我就打開把兩個水擦乾 然後再烘再擦乾這樣 然後這樣持續 大概十二個小時 我就晚上關掉啊 我就睡覺了 然後明天掌下 再繼續啊 就用一個低溫來慢慢扛 但你看到那個玻璃都是水的 我就打開把它擦乾 搞得我的機器沒讓我好 就是那個果乾機沒讓我好 就是那個風一開 然後完全吹乾了 所以我們最後 以後來不是已經完成了 後來我們還要有 我會看到那個黑黑點 就是挖椅子出來的時候 小冰冰會有一些沾框的東西 就是現在有一些旁邊的東西丟下去 然後把那個沾框的東西 把它全新掉掉出來 這樣才可以用 幹嘛 對啊 這樣就 所以就是為什麼 我們不去那個 牆流行 換一包就好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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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好奇怪 對啊 結果就是別擊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夏南的部分 夏南的部分就是 也是這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們的他們的跨域 就是那個平衛人前面 有做一些斑蘭 因為他們也會煮那個咖哩 他們也很常用到 他們也覺得太平衡不好買 那個新鮮的斑蘭 所以他自己也要做一些 所以我們就跟他去他家去採 採完以後 然後有人就把他擦碎 擦碎以後再把那個汁叫出來 然後就沈滿了 那個最後那個 那個大奶的 這個下糖的一次 然後我們就把他的蝦馬 跟那個 廷底絲跟我們需要做糖的 那個材料一起共換好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最後就做糖的 一起糖 好 好 來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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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吃蠻新鮮魚 我忘記了 一個蠻多的錢 我請會做蠻多的錢 哈哈哈哈 別吃糖 我們生氣蠻多的錢 那15嗎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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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一直不用賣怪啊 所以 賣完了 所以就只要整排吃了 哈哈哈哈 再看照片 坦白講 坦白講 平常我們真的比較跟 一起是如果 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去把那個椅子取出來 我可能也會去 還老實的 我還是會去那個材料 買一包啊 這個很好吃 對 我不會騙大家 說我這幾個 挖的 然後就去買 你不會這樣 對 但是當然 國路後 我真的取到 那個比較好的工具 我可能真的 我會繼續講 就是要去 對 好不好 可能未來 會挖的 50班 哈哈哈哈 但是事情 我看人家知道 哈哈哈哈 那當我們做這個傳統的食物的時候 我會去思考到底 我們要完全的去保養那個傳統食物的味道 還是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 我會去思考這個事情 到底我們要保養到什麼程度 才算是傳統食物 就算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然後這個 十一瓦 比如說粥 我們就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要煮到它便宜 只要你煮到哪一鍋粥品便宜 基本上你配什麼材料 我覺得哪個風味都可以改變 但是 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改變 倒不能改變 這個是我們去改變 用這個食材的時候 最重要要想的 要思考這個事情 有概念 像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郭仔高 我剛剛例如說 很像一個人 台湯很好睡 因為這個 我們曾經有做過一個是 霧貝果 那個地方霧貝果 因為我曾經有做過一個 霧貝果拋味的 霧貝果拋味的霧貝果 然後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是 這個霧貝果拋味 其實你簡單一點 你簡單一點 因為我們做的 我們是把那個霧貝果的雞 把那個雞炸到原本的配方上面 改到原本的配方裡面去做 然後去 也是重新要 因為我們要改到配方 所以我們要重新要有系列 然後我們做出來 可能有給了一些朋友去吃 他們就 問我們 他們就建議 我們也不要改原本的配方 直接乾脆做一個 戶別國的薑汁 淋上去 這樣不像台南 不會更像台南的花龜嗎 但是我當時會講 我們不是賣貓果拋味 我們是賣不整高 所以我們到最後 我們還是要做那個蜜貝果 我們把那個蜜貝果口味 加進去 我們不要做雲醬 因為我們就覺得 不整高是需要乾乾煎吃 就是我們要捲碗那個食材 要捲碗那個口味的食材 就要吃一口 然後還有 然後兩次干露 應該大家幾幾年都還會一起 大家兩次干露 有試過用一個 還用下雪芒果的口味 因為那個自己的 它最重要就是 蜜貝果的香氣 只要我改用下雪芒果 我一定會大飯 但是我們也試過 但是口味品嘴 打出來那個口味 不管是口味跟哪個口味感 因為芊圍比較粗 它打出來不好吃 我們覺得不好吃 所以 如果你是果肉 還可以下雪芒果 但是自己也沒有試過用下雪芒果 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後來 也沒有因為下雪芒果的口味 而改用下雪芒果 所以我們還是保留 我們原本的精華 然後這邊 蕭麥 如果你去茶楼 吃的是蕭麥 你下面都會看到 有一個紅紅點點 它是明太子 我們都是放明太子 然後我們覺得 我們只要保留下面那個 像麥可與我們那個味道 那個口感 我覺得我們下面的那個明太子 是不是可以改 因為其實你如果在 你在外面買到的明太子 很多都是用那個 色素 色素 去製造 會變到那個自己的味道 然後我們這個 所以我們就在 我們在台東 所以我們就改放那個 那個紅影 來代替那個明太子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可以保留 蕭麥的那個口感味道 但是又可以加入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比較在意的食材進去 所以 其實再來一點點 當起碼會有一個捲碗 所以這就是它更加密的東西 好 然後我們使用這些作物的時候 我們遇到什麼判斷 還有什麼期待 其實我們遇到的判斷 應該就是 幾乎每一個作物都有它的季節形容 我們會學會就是 故事季節的時間 不要跟打個食材 比如說剛剛講的那個 楊氏幹部 我們另外在香港 是用菲律賓的芒果 幾乎你一年十二個月都可以做 你可以買得到 但是你在台東 在台灣 都只能夠在 大場進來三四個月才可以用 不要勉強 雖然你其他時間也可以 勉強可以買得到一些芒果 但是根本又會 又不信心 然後再來就是要多認識朋友 這個是很重要 到現在也是覺得很重要 也是我們沒有開工的一個原因 就是要多跟客人朋友 要多溝通 才可以多認識在地的食材 然後再來就是 更重要的是去產業去拜訪 我們也很喜歡去跟朋友去產業拜訪 像我們下禮拜還會去吃 去我們的工人公司那邊去採摩 或者什麼啊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雞蛋 我們也會去現場去看它怎麼養 到處看起來 養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台灣部落 他們有養的鰻鰻 我們也會去現場去看怎麼養的 養的鰻鰻鰻鰻鰻 然後還會去酪梨圓 如果酪梨你也沒有跟我講 你也不知道原來 酪梨的那麼多瓶種 就是我們去產地去看 살 我們來錄米西我們都平衡 不一定是咖啡生才熟 原來很多紅種是綠色 已經可以記錄一次熟的 我也是去場地去探訪才記錄 這個 在雲泡的過程處裡面 可能很常會死敗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你失敗這個情緒 其實朋友會給你建議 你不用自己去考驗 就過做事發就在這樣子 你總會有一次會可以成功 但是有綜合而已 是能夠多的經驗 大概是差不多的時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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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的那個 若你很貴很不好 你知道嗎 有沒有 價值夠好 如果你覺得不可以去分科 吃夠好你就要賺錢 你就多賺錢 你就多賺錢 你要吃好東西就是這樣 你不然要求這個東西叫我錢 你才能吃不夠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兩位 介紹子 用天然的素材來放進餐廳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不錯 很有趣的就是風土跟風味這兩件事情 很關係 就是你一個地方的作物 它會陪伏出那一個地方的味道 那這個食物它到了另外一個城市 另外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風土去 它好像就很難複製出原本的那個味道 那那一次我們在其他地方 應該很難遇到像可拜 這樣子運用 颱風或假酸醬葉還有小米 一些地方素材 或者食物 然後剛剛阿格又提到說 在香港的八方雲集 不知道為什麼很難講 這次都沒有很興趣 對 都沒有食材的關係 對 有一支飯 我們之前其實辦了 大概已經四五場 就是討論太剛一級的講座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 在香港講座有提到燒碗 台灣的燒碗 他就看燒碗怎麼樣做都沒有辦法做出香港的味道 因為少了一個東西 誰的嗎 玫瑰 玫瑰露 然後少了玫瑰露 玫瑰露這個東西 他說台灣是沒有那個東西 所以有 有 真的嗎 但是林武道遠也可能去香港 對不對 所以 紅袋豆 他就是要播朋友從香港帶回來 這樣子 然後 我想說 我們把時間留給現場關上好了 我們不要細講太多 那 我想說現場的觀眾看 有沒有問題 然後問 要問 或者是阿澤 我發現他們做了這些 很有趣的料理的實驗 現在開放看 大家有沒有問題 還是說 你們有想要問對方 有好奇對方的問題 然後說 像阿澤 有沒有好奇 假生薑葉 或者是阿伯的食物 他的製作 或者是他有沒有其他的發展的可能性 我就是好奇 到底 阿伯 我會覺得 因為 其實我自己感覺 我好像跟阿伯剛好做的 是相反的 為什麼 阿伯也是從一個很科學很現代的角度去發展的全統意思 我是反過來 我是反過來用一些很人氣的做法去做全統意思 所以 我超級的 想過去 是因為 全統的做法已經有辦法做了 所以工作去發展 還是你覺得 誒 你的科學很重要 大家都現在 現代人都比較適合的 數據 我覺得是思維 因為我以前是念社工 其實還沒有回來創業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性格都是很乾性 然後很徒弟的 但是我覺得 已經嫁給我先生 我發現阿 他常常說我有一句話說 如果文化能夠養起一群人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都有反思 其實這句話其實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 我們初期回來創業的時候 就是 就是像阿德說的 我們好像是反過來做 其實那個是有一個緣故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一直在做所謂 Terry是慢食這件事情 或是發揚傳統美食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遇到很多的品質 那個品質 是來自於外界的挑戰 你做出這個東西 你要賣給誰 誰要買你的東西 或者是 你這個要賣多少 像你剛剛說 你賣那個陽智乾燭 你賣一個45塊 顏子塔 顏子塔 我們底下的觀眾 45塊那麼便宜 為什麼要賣45塊那麼便宜 可是我覺得其他人會想 如果它是一個45塊的價格 但它其實發揚的已經超過45塊的價值 尤其是在慢食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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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怎麼賦予這個產品的它的一個思維 那我必須坦白講 我跟阿德確實是相反 我覺得我比較 呃 我比較商人 那這個是商業訓練 是因為我們長期都是這樣 那樣的工作環境 其實我覺得我會答應走走吃上這場演講 是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子的運動 因為我投入 我參加的都是 客人 客人 對 我的受眾 或者是我的 商業家 所以其實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是很享受 我就覺得說 哇 這裡的人 我剛剛就先LINE我老婆 我說 這裡的人 講話都好溫柔 然後講話 都沒有那個什麼幾塊錢幾塊錢 然後講話都是慢慢的 不像我們在商場要協商要披價要什麼 我覺得來到這邊其實是享受那個 慢下來的感覺 但 呃 所以回到阿德剛剛說 為什麼我的思維是數據 是那個 我覺得跟我工作的領域有關係啊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在商業裡面 商業的 合作的對象 問我說 你覺得 你覺得你要幫我分多少錢 或者是你覺得要怎麼樣 但是那個是以金錢為基準 但是今天來到走走持上這個立場 我覺得 我也是在練習 如果今天去除掉那些東西 到底百發還剩下什麼 就是我的品牌還剩下什麼 那個人文的東西呢 那個阿公留給我們假酸講 因為這件事情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會讓我有很多的衝擊 因為其實在商業端久了 其實你會慢得下來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裡 其實我也是在反醒 跟反思我自己 如果今天是不同的受動局 在聽我說話 那他們要聽的是什麼 或者是接收到的是什麼 可是其實我反而很羨慕 因為你做的事情其實是 我之後退休想做 我之後退休想做 但是因為我現在沒退休嘛 加上其實我們現在在圓民的食禮端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算走得很前面 就是謝謝點頭的人 其實我們已經走得很前面 所以我不能 而不是不能往回走 是往回走這件事情 是回到文化的面 但是我持續 我有很多創新開發的能量 是必須持續在這樣子的思維 讓我真的很羨慕 我真的很羨慕這種生活 是真的 我還把念頭 剛剛你講的那個瓶頸 就是不管是做資本 還是做一張工作 都一定會遇到這個瓶子 到底我們遇到這個瓶頸要 硬賽下去 就是拿來個瓶頸 然後再放一些瓶頸 我覺得是我們要試探 我的心理是 然後一直說 我們要上課嗎 不要再簡單換一個瓶頸 不要再簡單換一個瓶頸 不要再跳 回去就唷 我沒有跟你說 我是找路來的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組 是找了香港的 港店的主人 那我們通常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們會遇到有一些情況 或者是以前端出一道 你覺得這就是正宗的香港的料理 只是卻不被台灣接受 像剛剛你有提到那個 綠豆瓶沙那個雲草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你的紀念 就是如果你剛剛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實驗 其實你一直躺平 在綠豆瓦更不接受 真的真的 你真的 有這個 反而我想要問在做 為什麼我有沒有想到 當局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可以結論這個問題 但是你還沒 有些人不然也只能會調 是因為你們有吃過一些什麼食物 讓你們 就是你們很小時候吃多東西 你們那個甜點他會想 嗯 我也是 我也是 就像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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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我們看到一些食物 一些甜點放 巧克力的碎碎 我們就不喜歡 這居然是幾個 我自己也做 我也是考給台灣朋友 他們覺得那個椰子 是不是卡卡 是喜歡的 他們就不喜歡那個厚的 所以我不曉得那個 那個 他的客群或者是這個 因為他們是 當然我沒有他那麼厲害 他只不在跑那個 也就是我 就把那個材料回來 就是泰國來的那天師 或者這樣是 出演 我已經是 講得比較細 但是台灣來的 他們還是覺得那個 卡卡的那個感覺 是 他們不喜歡 所以 所以也希望就是 從今天開始了 起碼在這邊三十個 剛剛 也只得強迷可以 先試看看 那你們有經濟過一個 掙扎 就是說 那我到底要符合 就是台灣人的口味 然後把這些東西買進去 還是要維持這個 這個一點性 它好味本 要有一個精神 有這樣的經驗 或掙扎過嗎 你說這是 到底要配合台灣 對 對 我覺得 應該要來 取一個平衡 我不喜歡 就是 你剛剛講的那個 小辣 不是說 有缺一個 有一位怒謀 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想的 不是這個 我第一個 第一時間想的是 肥 這個字 肥 就是肥肉 台灣人做的擦箱太瘦了 好 好 我們不太可能 接受那個很瘦的擦箱 幾乎我在台那邊吃過 只有一架的擦箱 我覺得是可以 沒有 不只能口味一下 起碼的 露的 我是沒辦法接受的 三層的 對 所以 到鱸 到鱸 你要 你要 真的要做台灣 剛才米子 你看 小辣非常小的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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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要 試鏡的需求 對 但是 我們就覺得 我們在採用的 其實 真的可以做 一些比較均勻的東西 對 所以 如果有一天看到我做擦箱 我可能真的可以做到 好 哈哈哈哈 對 對 那Emily你有類似的經驗嗎 其實我們 我們公司 蠻多時候 是把客人可視化的 對 但是我們會告訴客人 我們唯一的精神 就是講算講業 不能改 客人有時候說 你幫我改成海苔 我成本就可以講你 他們覺得 假三兩年跟海苔很像 那你就直接幫我剝海苔就好 因為我們都說 通常我不可能會去改假算業 因為我覺得 阿白裡面最重要的靈魂就是 假算業 但是他們可以改那些 可是其實我初期 像你們剛剛吃到那個 昏的阿白 初期很多客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族人 一定會是第一個受眾群 他們說 這個肉太瘦了 我們要吃的是大塊的肥肉 或是大塊的那種 鹹魚丹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只有 讓這群人吃 我們其實要讓更多人 能夠踏入這個圓民的市場 去吃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開始有一些 比例上的調配 慢慢的去調配比例 那甚至加上客製化 就是說 誰愛吃紅豆 誰愛吃魚頭 誰愛吃植物肉 我就會把這個東西放到裡面 所以我是覺得 他的精神沒有改變 只是 因著他的客製化的需求 會做一些調整 那我也覺得那個調整 確實能夠讓我們的市場性的需求 變大 對 我覺得這是 一股的操作 之前 因為我們舉辦這個講座 之前我們有 線上分享 就先聊了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有聊到賈芳江念 他其實後來 經過Emily的履歷 有些科學化的去整齊 這個東西 他有聊小 然後自己那時候 就覺得是一個蠻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個感覺 就是 有名的長輩 很早就知道說 你肚子不舒服 或哪裡 怎樣疼痛的時候 就可以角度的東西 然後他會讓你舒服一點 那可是我們 年輕一輩 就不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覺得就是騙不到嗎 或者是你死掉吧 可是我們現在 他去運用科學化的手法 會盡速反過來去驗證 喔對這件事情 他確實是有療效 所以我們不要來接受他 然後自己 會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去理解 或者是 形容這個過程 不管科學他是作為一種 比如說他這個法學 也好 或是一個新的信仰 也好 如果我們來講得這麼嚴肅的話 那我其實是想要把它帶到 香港也有類似的食物 叫做涼茶對不對 我們其實之前也有聊到過 在台灣 我之前想要做 很多香港的涼茶 都做不出來 因為就缺少一些原料 就離那種很簡單的 什麼雪梨茶 我都買不到 我昨天的整個明化街 我都找不到乾的雪梨片 然後那個老闆說 不然你去貨培材料行買 但是貨培材料行 也沒有 有一次散 有一次散 在香港人喝涼茶 你們也有一天 就是涼茶的一些通宵 你們想說 請阿德跟我們分享這一塊 其實我很早以前 來台灣補充的時候 好像是第一次來台灣補充的時候 我在東區陳新董喝的 是賣涼茶的 這真的是港式涼茶 就是有24位 很多火花 然後後來 我只喝過一次 然後都沒有再談到 其實如果你有注意 其實像現在台灣 很多港式的詞 都很有趣 加加地 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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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生存 很少你會再按到 是港式感激 我覺得是 可能是跟台灣的發揮 會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香港 海外 其實是可以直接講 有什麼可以想的 你什麼都可以講的,你不是說你有癌症癌症,然後你會癒好 只要你這樣講就好,其實一般你是能否去活啊,能否感冒啊,都可以直接講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台灣的法規對於中小的外觀比較遠的 所以我就覺得因為是這個原因,香港的兩者都沒有辦法在台灣發展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去香港就覺得,其實我有一些台灣朋友去香港 玩的時候他們會找我們去,因為特地要去找一些藍藏,他們常常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東西 不可能,因為法規也不能這樣賣 那我們就跟他講療症就好 但是中藥也不好講 是藍藏 對,我覺得藍藏也會 對啊,因為我之前也有買過一個甘蔗 對,毛根對,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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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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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者也是很不好找 也是那個清草茶店才買到那個包根 然後組織出去,就是白甘蔗 但是剛才也要翻那個白甘蔗 還是用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這樣一個裡面也要去翻 那個我也是做一支援,結果也蠻不用做 很想的,那個很飽了 對啊,對,對,對 這個水,涼茶的概念 也是用草去泡 對對對,但是真的可以把龜沙 那種比較避免去彈療效 如果彈療效,其實就會觸及先發揮 那我剛剛比較想要回應的是 子優嘛 子優說的 過去長輩是這麼在形容甲酸醬 然後到我們後輩開始在用科學做見證這件事情 好像會有一點點 可能是霸權或就是性難的不合 我自己是這麼喜歡 因為其實我們面對的科學 每一個人想要了解甲酸醬 他自己的故事都不一樣 有的人就是很簡單的想要了解他的身長 他的性態 甚至想要把他變成很災 但有一些客人他真的就是會想要知道說 你都說他有這麼多好 對身體好的東西 那你要告訴我他為什麼對身體好 他為什麼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是那個受眾群的那個 他腦袋在思考這件事情的邏輯 那因為我們常常會面對我們自己的客人 所以其實我們在第一時間 通常都能夠判斷說 他是真的想要了解甲酸醬 也感性的那一面 還是想了解甲酸醬 也理性的那一面 通常很理性的 我們大概就是數據 取向 他會覺得說我有被說服 那如果是感性的話 我大概會用鼓鼓 或者是摸摸他們過往的一些採集上的原始的量態 去follow到他們的那個那個 受眾群的那個腦子裡面的學習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甲酸醬業都是百發百中 在實踐台東一個重要的場域 就是台東是我們 增長的空間 或者是增長的一個一個場域 但其實重要是甲酸醬業 就是讓我們踏踏實實的實踐的 培育這件事情 甚至輕濟輕作這件事情 但就商業就文化來說 我們當然有不一樣的路線 可以去思考說 我們要在什麼樣的場域裡頭 去告訴我們的客戶 或者是告訴我們的受眾服務 說我們甲酸醬業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不同思維下去思考的意義 我想要接個問的是 我這樣是第一 因為阿爸是一個米食的東西 不管是在明南客家族 都有吃米食 然後阿爸也相對就是在打自己很大的 只是打一個新的市場 好像共同食用米食的國家 會就是會比較高 但你們後來延伸發展的是 甲酸醬業 我是很好奇 你為什麼不是叫小米吃 好我必須坦白說 你們剛吃的小米都不是台東在地的 好那不是MIT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很直接告訴客戶 其實客戶如果他是好淘汰都會說 你們家的東西吃起來就不是台東在地的小米 為什麼你們不用台東在地的小米 那這件事情還是要回到書 我都會告訴客人說 攔回全部的小米或是整個台東收購的小米 白髮一個月就用完了 那這件事情就會對我們產生原物料的短缺的力 好再者 現在小米我們講求的是可能客人會喜歡他 主要是他可能是鹼性飲食啊 或者是他對身體有什麼好的養生的部分 客人其實認台是他奶款 所以我們其實就會拿出SGS 美國跟日本現在我們用的進口小米告訴客人說 我們的小米其實也沒有比台東還差 那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台東的原因是什麼 一方面是其實我們也在等待台東的小米 做更好的優化或更好的富裕的栽種規劃 我們在等待東的 那第二次其實難回性的部分 如果才假設有物料真的短缺了 那我的部落辦法是什麼 對還是沒有工作 所以這件事情在原物料的考驗 尤其是商業端的創結 跟我們怎麼樣去談密實文化這件事情 所以我後來R1雖然我們還是Vox在密實 密實的文化 但是後來我們拉高到一個比較高的階級 我們希望談它是日常的原理美食 以前都是端午節或者是豐年季 大家才會吃R1 可是現在日常生活 我們就把它設定是你早餐你也可以吃 就像飯糰一樣 我們就把R1當成是獵人飯糰 因為獵人三餐大獵都要帶著一個R1 因為它很好保存 再者是假酸醬也有天然保鮮油支撐 所以客人就會覺得說不錯耶 我已經不是在吃米的東西 我是在吃一個火水食 都可以從冷凍拿出來加熱 我就可以吃到台東的軌道 所以其實我們把米食文化 變成是一個傳遞飲食示範的一個項目 我們在示範一件事情 一般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吃米、吃小米、吃飯、吃飽而已 而是到底吃這件事情吃R1 到底跟他生活的哪些飲食會有創建 客人開始就會怎麼樣 把35塊的弄個飯糰換掉 換成65塊R飯 他開始會在他年菜的桌上 不要有油飯 不要有V哥 但是他會出現什麼呢 R飯 我們開始在做這個飲食示範的翻轉 讓客人知道 或者是受動群知道說 你不是只有這個可以選擇 也許有取代 所以像現在那個米月油飯 客人不選米月油飯選什麼 選R1 那我們做了小顆 那再來 客人有時候在中秋節是不是訂很多月餅 好現在我們也退出了甜的小顆的 裡面也是包小米的 用甜的吃起來像月餅 所以我們不斷的在把一些儀式的東西 放到R1裡面 讓它是日常每天都可以有一些變動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才是轉移 那有很多人啊 那你這樣轉是不是真的有轉成功 對我來說示範力這件事情是要持續不斷的影響 我先影響我的夥伴 我的夥伴腦袋要有這樣的認知 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百發百中的平台代言人 我今天站出來可能我是創辦人 但是其實我的夥伴如果能夠認同 跟他們能夠意識到說其實我們的觀念是圍繞的假酸 也這麼多產業留下來的這個關鍵的時候 他們也會意識到說明來葉子 對我的重要性 或者是阿賓 暫停什麼話 跳火道 圓民傳統美食 再往上日常生活美食這件事情 還有是什麼 對我就是信念思維 很商業不斷要評判這個關鍵 我這問題但是我有回應 我覺得你整個這個感覺很特別 有幾個東西我想講就是班長 因為我覺得你剛剛講說 你原來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然後你把一個副傳統的東西 變成現在這麼不管是科學的會員 你可以這麼清楚的去講述去描述 我覺得這之間轉換是一個非常非常很棒的 很特別的一個case 我覺得這是你的本身 然後你然後這個一個過程讓我想到一個 其實跟食物也沒有關係 但是讓我連想到 因為我剛剛講說瓶頸的那個事情 那我基本上對著我的認識並不是很完整 但是我常常因為有個朋友 我忘記帶我到什麼部落去 我看到一個就是做編織 做編織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那就是一個你會很感慨說 這東西如果失傳會非常的可惜 可是他們就缺少向你我覺得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很棒的針對的東西 傳統下的東西 但是他們呈現出來的面貌 我們所認知的 聯名所言之的好像就是那個樣子 沒有沒有 我知道他們針對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是你想去買 因為它東西好像一直沒有什麼變化 那我就覺得好像非常可惜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瓶頸的那個部分 那我覺得如果有像你這樣的思維 又有這個創造力感性的部分 可是因為我這個認識 可以從市場面走進去 命追突破嘗試的話 但是就這樣子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用在很多人裡面 很珍貴的部分 不只是食物而已 因為編織那部分 讓我覺得非常的感應特別強烈 但是其實我必須坦白說 你剛剛講的那個翻轉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我經歷在我創業裡面 看到了原理的平均 因為畢竟我的員工18個人 只有我不是原住 所以我記得我當時我在初期創業的時候 有一個某某行銷公司的一個主理人 他就問我 他就說 百發百中就是因為有你這個平地人 不然那些原住民根本做不起來 所以你知道我聽到這句話 我就是勾斜 你在說什麼 你看大家都這麼在看原住民 我的小孩也是原住民 然後其實我當下他 他可能就他這樣在稱讚我 就是你的團隊就是原住民 還好有你這樣 可是對我來說 因為他已經有點鄙視 可是我知道姐姐不太意思 姐姐要講的應該是 他看了那麼好的文化 為什麼我沒有把它繼續傳承 我要回饋的是那是選擇 我都常常告訴很多 好像跟我們類似一樣的產業 即將快要再踏出那一步 我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不要再走出去 他說我沒有更多的資訊 或是我團隊沒有像你這樣的人 也算你給我的肯定 但是我都會跟他們說 等你自己選擇 準備好你要走出去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盡辦法去爭取你的信息 因為我也遇過很多 也是其實很強的藝術家或什麼 我看到他們說你可以再怎麼樣 他說我沒有準備好 I'm not ready 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像白髮是隨時隨地準備 可是我們看起來是隨時隨地準備好 可是我告訴你 當你要跨出那一步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知道你有準備好 不是等你 所以我都會告訴那些原民的產業說 不是等你準備好 你還跨出去 而是如果你真的要被推出去的時候 我就是要再去 所以剛剛那個行商公司的主理人 當他回我家的時候 我就 我其實回去告訴我原來 我說原來外面的人都這麼在看回去 都這麼在看 那我身為團隊的床伴或者是領頭牙 我就告訴自己 我應該讓自己更勇敢 而且基本不論是我腦袋的東西 我轉換變化的速度快活滿 我覺得是來自於 我告訴自己我必須要勇敢 因為我如果沒有勇敢 我的夥伴會因為我不夠勇敢 他們也會畏縮 因為畢竟在那個原民的風氣 其實很多東西他們是比較風力 甚至比較缺乏虛實的 所以當我把那個 那一天的那個傾聽回去告訴我 其實我的夥伴是非常地氣美的 我看他們的表情是非常地沮喪 我就告訴自己 我應該要更怎麼樣 所以我也常就優惠到那個選擇 要不要勇敢這件事情 跟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就是這個 其實不管這是原住民族群 或者是在座的各位 其實可能在創意 或者在做一個選擇的時候 其實你常常是沒有準備好 你就必須要背過去也不對 只是我們平常累積生活的經驗 經驗跟能力下來 其實那都是滋養 你看起來是挫折 看起來是第一步 可是其實那個都是某部分 當你有一天走出去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我已經有背包的力量 但是供的不肯住 感謝這些人 謝謝 所以剛剛一幫你講了幾個關鍵字 我覺得很朋友 供你一個就是轉移 像你是以一個做體力人 然後推廣阿拜 作為原住民 跟世界交流的一個靈界和轉移 那阿德跟阿士尼 也是用食物 在作為一種靈界和轉移 然後你們也不知道 跟Emily 有點不知道是不是一樣了 但相似的一種 要去做選擇的困難 比方說你剛說用那個椰子 台灣其實椰子用了就丟了 那你選擇去把它買回來 然後選擇自己這樣刮刮刮 把那個野肉刮下來 然後只賣40塊 就像Emily一樣 你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是很辛苦的 那你獲得了報酬 談來說可能不及你付出的 努力的百分之 你出於一個 你背後想要守護 或者是想要傳遞的訊息 去做這麼 我們外人看起來都覺得 吃力不倒好 退休才能做的事情 都想要 像Emily剛剛分享的 然後我想要請問阿哲跟阿斯 你們在表述你那個椰子塔 回去之後 你們這麼辛苦 然後用這個東西 到底 或者是你真正想要 做出來的那個椰子塔背後的東西 是什麼 我可以講一下 可以可以 非常多 我們其實 還有一個你一定很想要表達 就是 我們自己的文化 因為香港 就是我們 為什麼來到台灣會做我們傳統食 是因為我們在香港的時候發現很多以前的東西都慢慢被 已經被 這是消失了 就是我們小時候吃的東西我們都吃不到 那個味道也是吃不到 然後我們就是很 然後我們想要保留一些塊 就是讓大家認識香港 香港人其實吃的味道 很重要 所以我們想要保留一些塊 香港人吃的味道 很重要 所以我們想要保留一些塊 就是讓大家認識香港 香港人吃的味道 可能要很多不一樣的 就是不同的味道 不只是他剛剛說的蛋塔 就是大家都比較柔形的那些白茶 或麵包 就是不自由進行 因為那些可能 對我們來說 我們吃很熟悉的食物 但是不一定會引起我們的味 但是有一些東西我們就是 吃起來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味道我們會想吃些什麼 這樣子的味道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全達就是這一塊給大家知道 所以有些東西就是做費工 我們覺得沒關係 只是做起來 可以大事的到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就這樣 這樣挖一下 我跟妳想要回重一下 就是還有 關於用債務食材還是外來的食材 都在我們走向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開放的 就是我覺得不一定要 當然妳可以全部用債務食材 當然是最大的 但是我覺得 火氣開放也是可以接受 從一度的一些外的食材 為什麼 也要反過來想 當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都說 我用在地食材 我不用其他國家的食材 尖叫做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的食材 都沒有辦法出去 沒有任由 如果日本可以做香蕉 那麽親切的香蕉 一起台灣的食材 我覺得台灣可以受得了嗎 所以在這個方面 我是覺得 如果妳這個地方 一種出來的東西 可能真的可以 不是妳的技術 可能真的能夠分裂 什麼東西 這些氣候 真的種得比較沒有 好的時候 我們不要幹去用 外人食材 我們都要接受 這些不要勉強說 妳這個 壹滴他 那人有在地食材 這就是火車是最好的 這對外人的食材 對 我是覺得大家不用看法 那些羊吃甘露 記得好像都不是 香港本地的食材 對 新加坡 它原本是 你說食材吧 對 對 羊吃甘露好像沒有 很少很好吃 香港本地的食材 芒果 其實它不只是原汁用肉 其實所有東西幾乎都沒有 香港 因為香港原本 現在這個年代 最近幾年 比較有多年輕人 去想要把種田 作為食材 但是他們面對的問題 不是技術 不是哪個 方法 不是時間 他們面對的問題是 政府 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是 財團 他每天都要 有壓力 就是什麼時候 引阿武 必受得去 因為香港跟台灣 不一樣的房子 都要廣場 廣場的權 他們有不少 他只是註問他 他隨時都可以幫他 受理 所以當我們很多年輕人 現在想過種田 他們面對的 不是技術 他們也是 土地 很爽 這樣 那楊之鑰露 為什麼沒有 香港的食材 他還是什麼 香港很帶噁心的食材 對啊 深海的實力大部分 就是這樣 這是用很多 地獄的材料 那就可以做到 這樣 我那個人講一個很老的故事 不好意思 我年紀比較老 然後我就記得 以前台語商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都沒想開百貨公司 結果就開了以後 就發現實在不是人幹的事 因為東西都被偷走 不是客人偷 所以他們不賺錢 然後公司 因為自己的員工 會不好了 然後他們剛好 他也在海南大 還是種了木瓜 木瓜要運到內地 好像運費也是人 因為它是溫暖的地方很殘忍 所以北方很稀奇 可是運費吃掉利潤 所以迫不得已 他就把自己的木瓜 就在百貨公司樓下 把一個小爛攤子 拿木瓜來 因為他認為這是最簡單的 結果就 那個木瓜來 就撞翻了來 動百貨公司 整個百貨公司都沒有 那個樓下的木瓜來撞翻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們一定要可能有個機會 因為機會不是說 你去找他 或是他就會不知不覺 因為你努力 或是 你台灣位 結果你到了哪裡 就變成一種價值 對不對 誰知道 Bubble Tea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 Bubble Tea在國外叫 真男就叫Bubble Tea 誰知道 所以我意思說 我們台灣位有機會 所以雖然我剛才講 就是我 我跟Emma走的路 好像是相反 但是我們最後 還是走在同一旁 就是一個保全公司 的文化 我們就會產生很多 就是你一直走 一直走 就會感覺出來 或是機會來 我也不敢講 但是莫不其妙 對不對 台灣最簡單的 我們還有芭樂汁 芭樂牛奶 對不對 可是你們不知道 對不對 吃過嗎 芭樂牛奶 對 香蕉牛奶 這些 而且我想 我覺得做 因為我是從社工 跳到食品 然後其實我覺得做食品 做食物 或做辦事這件事情 其實他絕大佛蘇 其實牽涉到 這組織的關係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這個感情 我們常在談多遠融合 多遠融合 你真的多遠融合嗎 就是你真的 有仔細的去觀察 到底這個 離不全大關係的互動 是什麼 我們也會跟那個誰 阿德 聊到各產地去看 你的指提心大交 或是你的假酸交易 或你的那個 越討厭是怎麼樣 所以當我們踏到那個部落 雖然我們 同樣都是部落的人 有群的人 但是其實部落跟部落之間 那又是另外一層關係 沒有那麼 不是以前 不是我們想的 我們都是原住民族 大家都是一群人 一家人 沒有 他們還是會有一些 他們的美角跟他們的派別 那對我來說 又是一個很需要高細膩度 我跟敏銳度去觀察跟互動 你知道一旦touch 在第一次 不ok 那其實就會把你變為師 去我的網路 我有多少時才會 不必要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多遠融合 這件事情 真的要去看清楚 族群的關係是什麼在交流的 人家可能第一次會願意見面才能一起 那接下來第二次第三次 其實真的是那個關係的流動跟族群的互相追蹤的 那個歷程中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不論是著重在土地的溫度 或者是商模價格的盤點 其實真的都還是回到我們在共產做這件事情 以這個重產點 尊重每一個提供給我們原物料的那一群人 要不是有他們 其實我們也很難去完成一個料 一道料理 不是一個阿八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我在歷經經年第六年 最大的一個感慨 以前就覺得說 你要賣給我 我還有別人 那後來你會發現不是喔 我感覺 你會發現 為什麼那個人可以跟你合作這麼久 真的是有catch到你一些美教 他能夠符合的要求 然後慢慢的在那個關係上 你就可以平衡然後建立其友善 所以我後來啊 除了談友善之後 我也談友善的關係 友善的關係不一定是正面 有時候可能是衝突 但是我覺得要去正視那個衝突 當我們有衝突也許代表 我們一起對這個產地是有共識 而且願意想要再往高認同的那個階段去前進 所以慢慢的我們跟族群的關係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交涉 對 對 那文化黨員是各大一層 如果你沒看清楚族群的關係 你也不用談文化 對 對 那我發現其實食物 會不會就是在這種族群跟族群之間在對話交流 通常就是難免會有一些空空空 但是食物會不會是一個 好的媒介去開始對話和交流 當你問一個音樂人 他們一定會說 音樂就是很好的國際交流 你今天問那個六語人 你一定是說食物是很好的交流媒介 對 沒有就像剛剛我講的親密 就是大家也可以留個一個底下 當然如果你不認識你不想會知道 你會覺得很累 你會想要這樣做 但是如果你想要對這個食物有興趣的話 你會一直想要充下去的時候 你會充下去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良心 好 好 今天 好了 艾莫莉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杯調影 相信大家剛剛對我能過 然後 我想說現在是一個時候來介紹 提我們那個伊貞要來介紹一個這個調影 他為我們這個活動特別調整的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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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的調影 你看你那個怎麼研發的最後性 好遠度 第一次啊 嗯 雖然都是認識的 對啊 不要那麼精采 對 其實 這一堂講座 我覺得來得很適實 我覺得很幸福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落淚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是因為 衛生紙 衛生紙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好可以 應該是說因為 呃 就是剛好我們空間第八名 那來到了一個 我覺得一個下一個階段的時間 那這個下一個階段 跟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老公 那我老公就是負責 謝謝謝謝 就是負責做我怎樣的所有的 體面設計跟所有形象跟相關的東西 那還有一些我們在網路上的 那個不管去各個地方的一次進入 或影像進入 就是一種從我們喜歡跟我們接觸 大家分享 那 那 回觀音核心就是說 那下一個階段我們想做什麼 對於這個空間 我們還可以再做一點什麼 那 那經歷了疫情 經歷了這次的大病症 這個七十歲的老房子 他一直保護著我 然後就覺得 哇 那我還可以讓他更多人 看見他的什麼 然後也是我在這邊 我醞釀了八年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除了在此上生活的朋友 在華東看到的 那還有你和大家 那 講座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剛好這一次的那個 呃 就是 美妮 對 那 逸臣一開始跟我聯繫 就是工作人員 然後還有就是職業 他們其實一開始 逸臣跟我聯繫的時候 我就說 怎麼會選擇我們家 我們家這麼便宜 通常這麼好的活動 這麼大的 一定會往台東市走 那怎麼會挑選在我們家 然後跟他們會議的時候 我又重複去問了兩次 我想說 欸怎麼會是在這個時間 對 那他就 第一次就很可愛 他就說 其實我有偷偷來問你們家 然後問其他 那以為一直在follow我們的文章 然後就是剛好直接演出在台東 就欸又可以回家 那就是這個的因緣機會下 來了 可是其實 剛好你們不知道的那個時間是 我正在跟我另外一半的衝突 討論著 我的下一個階段 我的新的菜單 我想要表達什麼 那我想要怎麼分農這些方向 然後 你們就跟我說 欸有個台東飲食 台東飲食 台東飲食 原住民跟香港 哇 所以就是完完全天佛 我另外一半的在跟我說 他就大白 他就說 他希望下一個階段 空間可以有更多 用飲食的方式讓大家認識 不管在甜點上 不管在飲品上 他覺得這個東西 你可以讓大家做的東西再更遠 看的東西再更廣 甚至我們還可以 所以說不定下一個 Emily的出現 這樣 我覺得 然後或者是更多 退休的阿德出現 這樣 退休 阿德跟阿德 阿德 我們剛剛爆料 真的是快五十歲的第一場 第一場 剛剛 他第一次在這個空間接觸 這麼親近的一個客群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謝謝你們 真的 謝謝你們促成 對 然後 我今天的這杯特挑 我其實沒有命名 一開始 但剛剛聽完的時候 有講說 雖然我一直在忙 原本以為可以再提前一個小時 我總該可以給大家了吧 好永遠都是做不到 所以這個我可能要未來都在挑 那聽完演講後 其實剛剛子媛跟你們的對話 我給了這邊一個名字 叫縮影 對 縮影 怎麼寫 縮小的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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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他就像 我們 大家努力生活的 一個縮影 對 一開始喝 他很清爽 然後簡簡單的 時間沈定後 他會把你每次 每個努力 想表達 慢慢慢慢的 這杯飲品裡面 使用了台北的 Fuffy Freya 的咖啡豆 那他剛好這一款咖啡豆裡面 有紅綠紅茶的香氣 又非常的木質 那剛好主題叫 長一口三眼嘛 然後我就把我想要的都給大家 裡面搭配了就是那個 那個陸也的鳳梨 然後那個 呃 還有 就是這個幾個 剛來的 洛神 那還有就是 我後院 出紮草的時候 年初意外就是被 紮到的一個 一顆刺蟲 這麼小顆 現在長得我兩個人高 對 就是今天大家喝到的 裡面的特調 那 在因為有 紅綠茶咖啡的這個 香氣 那又剛好結合我們陸也 我們的客戶就是 我們把他們的茶葉抹成 這樣茶粉 一步抹茶葉的茶 就在灑岸上去上面 然後在氣泡上的堆疊 讓大家可以吃到不一樣的層次 那就是這一杯今天的影片 那我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到來 那有一些就是 沒有噴過面孔 或是說 其他地方來 就是我們家的活動 通常不會去推 是因為 我光 我有興趣 我的客群都有興趣 然後就滿 這空間就是小小的 然後非常感謝我的所有首客 跟在地朋友們支持 我覺得這是 你們一直給我很大很大的動力 在於 我們可以 方便去取得選擇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想走的過程 然後很感謝大家的幫忙 就像這一隊 從海中遠到來 原本上班要來 還說我這一拜活動 你這一拜來 然後他們就這一拜來了 我就覺得 然後明天他們又要 就是往直溪步走 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場 天時地利人和的講座 沒有你來就沒有現在 然後也不會有未來 那我很期待你們 我覺得 疫情過後的後段 希望它就後段 那最後的各種開放 或是更多的東西 讓大家已經成年了三年 我相信會是 明年會是一個很棒很棒 不管是國內外 或是大家之間的更多的角度 對 很謝謝大家 呃 應該會在這個東京 其實我今天飲品 原本要做飲品飲的 然後我老公昨天就跟我說 你不要搞十年 我今天早上其實還沒有放棄這個面子 我今天就光排座位 對啊 我就坐每個位置 然後就弄到四天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覺得一定塞不下 因為我就是 人數超滿了 然後 但是我就覺得 好啦 大家都工作可以 那就扯一房 對 原本今天還有一款熱的 就是 我想要搭配的是 香港的涼茶蓋裡 喔 喔 兩次才能幹的 因為 太厲害了 對 那因為剛剛有跟阿德聊一下 就是 真正道地 香港喝了涼茶 都會是那種 那種青草茶類 然後一些 花草 但其實我今天想要做的是一個 變作版的酸梅湯 然後是熱水 對對對 那裡面因為酸梅湯它有很多的成分 就像 就是 是對我們的 就是喝起來的話 是溫潤的 那我覺得 就是現在有很多 就是像今天的那個 刺蔥來講 刺蔥 其實它有很多營養成分 然後我覺得 在做功課 然後我查到它 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它叫鳥無塌 因為它都是刺無法 因為它就是鳥 不會在上面停留 所以它鳥不會塌上去 就是它的別名 太可愛了吧 太可愛了吧 所以喝運回來 讓我們家可以喝到一杯 叫鳥無塌 有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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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今天呢 就是其實非常的特別 因為現場的兩位獎者 都帶了這樣多的食物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剛剛一代都有吃到 然後阿樂也帶了跟剛剛提到的一些植物 我們放在另外一間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撥撥這些植物 然後撥撥看他們的香味 然後我想要最後做一個小小的料理 就是想要調查大家是來自哪裡 台東本地人可以出手 然後我們看一下 好難喔 好難喔 對啊 我們就這樣住 現在是住台東 現在是住台東 是不是這個平台東 是不是這個平台東 沒有 有沒有是台灣以外 有台灣以外 你 台灣是怎麼做的 阿德 阿德跟阿斯 來自香港 對 台東 也是來自香港 住在台東 住在台東 然後 然後 住在台東 大家 又不是住在台東 又哪間是來自義大 然後 這是副理 蛤 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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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台東 然後 然後 要 記一下在各地的 觀眾的 怎麼樣 那我們 要拍照 喔 好 拍一點 對 就是其實我們有 那個會前會議 然後 他們就說 欸要帶個東西來看看 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好好好 然後原本只是帶個東西來看看 就我酷品的在洗杯子 不不不你再說 不不你再說 不不不你 這是我們講過的 太幸福 有次有喝 然後什麼都有 對 然後又開闊了大家 對於各種香味的認知 我希望未來 還可以有更多這種講座 真的 謝謝VD 真的很慶幸 所以 有謝謝 她有謝謝 就是爸媽 跟爸他 她的史物體 很重要 很重要 有錄影 OK 還有一點時間 大家還有 還要請問 兩位長者 或者是怡蓁的 或者想要分享交流的 東西 然後 然後我們就來大合照吧 好 請見我喜歡照顧 到學了